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觉得那女仙好生面熟 定睛一看发现那是羽化前的自己 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等自己再度醒来时 玉西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木屋内 醒了 昆仑境内拥有强大的冲击波 你一时心绪不稳 方才晕了过去 东华摸了摸玉西的头 担忧地凝视着她 玉西撑起身子看了看四周 似是与现实的凡间没什么不同 笑着说道 我没事 我们还是早些去寻梦浩的武器吧 东华说道 好 希尔 你调的时间不太对 这还是洪荒战乱时期 梦浩也没有封印武器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是当年你生计元神 毁掉决仙剑和决仙阵后不久 明日我便带你去弱水河畔寻梦浩 今日 希尔你就先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玉西点了点头 安心躺下了 因二人是以未来之深入的反境 东华便决定施法将原来的东华帝君困住 好方便二人再犯进行动 事业 东华施法还未归来 玉西便觉外头有人 警觉地问了声 谁 依女仙的身影从门外走过 却不言喻 玉西打开门 只见地上留有一方铜镜 玉西将其捡起 恰逢东华归来 便将铜镜幻化收复 没有多想 怎么站在门口 紫衣神君踏着夜晚的封面 带疲惫地归来 自是在这里等你啊 玉西笑弯了眉眼 挽着东华的手一起进了屋 第二日 东华和玉西便来到了当初 什么大战的弱水河畔 玉西施法暂时静止时间 东华则是施法将这个时空的东华困住 自己取而代之 因着玉西在这洪荒时代 本是已经羽化的女仙 故此每日东华为了维持洪荒时空秩序出门时 玉西便会待在君帐内附在岸上 一遍又一遍地书写东华的名字 等待她归来 这日 正当玉西拂暗困倦之时 衣袖内那面突然出现的铜镜 猛地泛起了光 玉西这才想起她 将她拿出 仔细观摩了一番 玉西觉着这铜镜看着着实普通 不过花纹雕的精细了些 忽然镜面显现出了模糊的画面 玉西定睛一看 画面中的那仙者 竟是她的东华 此时镜中面也慢慢清晰起来 这位女仙是东华坐下一位神将众的一位女兵 名玲霜 而镜中的玲霜扶着受伤的紫衣神君 往小屋内走去 为她擦去身上血迹 运功疗伤 君营中 她望着邵阳君伟岸的背影 眼中满是暗慕之意 她为邵阳君杀敌 为邵阳君祭出家族圣物 千年岁月流转 她的眼中只有邵阳君 上古大战中 她粉身碎骨 紫衣神君眼中是道不明的哀悼 玉霜原以为她为天下苍生羽化的那些年 她可以不在乎 可当往事重现 万般场景皆无她时 她才发现 她是那么的在意与她有关的所有 从前邵阳丸与她提起凌双时 她实则未曾有一东华 东华也是开玩笑思的一笑而过 她从未想过少婉所言却是真的 可这万万年前的陈年旧事 如今若是她再提起 似乎反倒显得她无理取 东华回来后 玉霜试着忘却刚才的事 依旧笑脸相迎 挽着东华的胳膊说着 今日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只是夜深人静 当一旁的东华陷入沉睡时 她却依旧灵台清明 她错过身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她的脸庞 心中却是万般滋味 这时玉霜才真正明白那句 有时候觉得不够 有时候又觉得这样很好 是何种意思 她对东华大抵上也有了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 她知足于东华对于她的亲心 二人的两情相悦 但有时候她又会变得贪心 不愿任何女仙与她有牵扯 就算是万万年前之人 她也会心闷许久 几日后 战事稍歇 东华帝君将孟浩叫到军帐 孟浩进帐后 对坐在主位上的东华帝君行礼道 陈孟浩见过军上 请问军上有何吩咐 东华帝君挥手是一塌免礼 但默的开口说道 孟浩 本君今日要练一丹药 但是还差一样东西 你可愿意帮助本君 孟浩说道 陈愿意 不知君上需要什么 东华帝君伸手换出一个小词瓶说道 孟浩 本君需要你的血 只要装满这个小词瓶就可以了 孟浩接过小词瓶 没有丝毫持疑的割腕取血 等装满小词瓶后 东华帝君施法玉和孟浩的伤口 给了他一颗不需要后 就让他离开了军帐 东华拿着小词瓶 问向隐身站在他身边的玉璽道 希儿 这样就可以了吗 玉璽挥手撤去了隐身诀 显出身心说道 东华 这样就可以了 昆文静是显示过去 我没有调整好时间 我们也不可以改变历史 也不能拿走孟浩的宝剑 他的蛟龙之邪 也是属于他力量足够强大的东西 东华挥手将小词瓶放入虚顶内说道 希儿 我们入境也有几日了 你休息一下 明日我们就可以启动昆文静回去我们的时代 玉璽点了点头 怕有仙者进来看到他 再次施展隐身诀隐去身形 盘腿坐下开始自我调息 东华也没有说什么 开始闭目养神 次日 二人终于休整完毕 站在弱水河畔边上 东华帝君取出昆文静再次施展先法 将玉璽拥入怀中 一同穿梭与来是不同的事 这一次 玉璽灵台清明得很 时光隧道中 玉璽好似看到了灵霜的影子 或近或远 不过虚于 玉璽便觉得眩音质感猛的袭来 睁开眼时 玉璽发现自己依然身处入水河畔 从军杖中悠悠转省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 东华明明已经带自己进了昆文静 那此处又是 正当玉璽疑惑不解之时 邵阳君走了进来 这时的东华似乎与玉璽认识的那个东华有些不同 眼神更加澄澈 浑身上下没有丝毫烟火之气 玉璽兴起地上前喊他 却没有任何的回应 好似他从不曾看见他 这时 玉璽才将看了眼自己 浑身透明 好似魂魄漂泊 而非肉身 镇定了些许后 方才确定 自己的一丝魂魄在穿梭时光隧道之时 玻璃自身回到了弱水河畔 其一是在时光隧道中看见了凌霜 玉璽开始回忆在洪荒时代的时候 有无发生过异样之事 这才悠悠记起那面自己时到的铜镜 从铜镜中他曾看见凌霜与帝君的曾经 原本玉璽也只是小小伤怀了一阵 只是没想到会将自己置于这般禁地 想着既然没法出去 玉璽便决定先在军帐里待着 他的内心总是觉着东华并会想办法救自己 这样的信任深入骨髓 七日之陷于玉璽而言 还有两日 他看着洪荒时代的他坐在岸前 守执佛礼书 眼神空荡无误 闪无知识 有人来报 邀少阳君前往大营公益战事 玉璽心想 此处因是上古大战自己与话后不久 因这整日待在帐中无趣 他便跟在他的身后 一路跟到了大营 至于那些个战术战事 玉璽本就不上心 眼神只是一直往林霜那处瞧 只见林霜时不时的 偷偷看向少阳君 期间提出多个战术建议 少阳君也都尽数认可 众先讨论完战事 少阳君也就回了屋 玉璽坐在少阳君身旁 看着这好看的脸庞 一时间失了神 洪荒时代的少阳君 今日总感觉身旁似有先者存在 一早便失反失查过四周 旁的倒是没有 倒是有一魂魄 生得极美 不知何原因飘到了这里 他本是想将他赶出去 但这一魂魄 并不让他感到不悦 他便由他去了 这日夜里 林霜敲响了少阳君的门 指纹屋外林霜生生急迫 却又带着些许微虚弱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